最近对亚裔的种族歧视的话题又被吵得沸沸扬扬 我也被国内的亲朋好友们关心了一把注意安全之类的 仿佛我如果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还蛮对不起他们的关心 生活在北美矮十多年 我遇到过歧视吗 想了想还真想到了 那我就和大家聊一聊我在美国遭遇的种族歧视 最后的结果可能出人意料 大家好我是墨镜姐伊丽莎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在我的YouTube社区里 做了个关于种族歧视问题的小调查 截止我录这期视频 187个投票中认为有种族歧视的占34% 认为没有歧视的占25% 没有经历过歧视的占20% 个人遇到过歧视的占5% 认为种族歧视存在学校和职场的占17% 这个问卷调查因为参与的人数有限 结果也只能代表我的部分观众的想法 不过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个人真正遭遇过种族歧视的比例 要比自己认为存在种族歧视的要少得多 影片的最后 我自己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问题 希望大家能给我解答一下 在我谈到我的遭遇之前 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种族歧视的看法 其实我在家里就被孩子们批评为种族主义者 为什么呢 每当我在家里讲起黑人如何如何 孩子们就会批评我 说我种族歧视 这里长大的孩子其实很小就被灌输 种族歧视的概念 这未必是个好事 因为孩子们很单纯 本来并没有分别心 是成人们把自己的观念强迫 灌输给他们了 我生活在一个很保守很白的中产社区 我和家人也没有受到过黑人的欺负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黑人就是有恐惧心 以前刚移民到加拿大时 我走路上下班 加拿大的路上行人本来就不多 每次走路只要后面跟着个黑人 我都感觉到心惊胆颤 会不自觉加快脚步 我个人认为 种族歧视也好 地狱歧视也好 都和人性有关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存在傲慢与偏见 个人能不能克服对其他人的歧视心理 和这个人的品行和宗教信仰有关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正直善良 又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的话 都会尽力克服自己内心的阴暗面 纠正自己对别人的偏见 大家怎么看 反思一下 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歧视心理还真是挺强的 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上海人北京人看不起其他城市的人 大城市的人看不起小城市的人 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等等 出国后发现华人之间也是分歧很大 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很多时候也是彼此看不顺眼 单凭我们喜欢叫人家老外养鬼子日本鬼子南蛮北垮之类的称呼都多少有歧视的嫌疑 不过我的邻居一个在中国住过的白人外交官对这种老外养鬼子的说法都是哈哈大笑甚至自嘲是鬼子 内心够强大的话就不会想到歧视 我女儿小时候每年都参加教育局举办的马丁路德金演讲比赛 几次都获得一等奖 她的演讲片段还被当地黑人制作的一个纪录片所采用 所以我们有机会认识了一些黑人 他们都是不错的人 其中一个主持比赛的负责人还是个博士 人非常热情 每次见面都拥抱亲吻我们 还专门邀请女儿去她所在的驻地军队教堂演讲 给军人们演讲等等 我也是因为女儿参加的这个比赛 对种族歧视和黑人的民权运动 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正如女儿在二年级时第一次参加比赛时 讲的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想》中所讲的 我梦想有一天 我梦想有一天 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 而是以他们的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度 经过亚裔先辈们上百年的抗争 也得益于马丁路德金博士上世纪六十年代领导的反种族主义运动 我个人认为我们并没有被今天民主党所称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所严重压制 相反想一想 多少华人移民都是从一个兜里揣着几十美金 拎着两个破皮箱下飞机的穷学生 变成了在大城市美好的郊区拥有别墅的中产家庭 如果说美国现在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今天的民主党才是始作俑者 他们并没有真的为黑人着想 不过是利用黑人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已 正如美国黑人青年活动家欧文斯一再指出的 美国黑人经济地位偏低的根本原因是家庭的结构解体 男人不再承担抚养家庭和教育子女的责任 孩子缺食父亲的管教和正面的榜样 荒书学业混迹接头 进而违法犯罪 女人则过分依赖政府的福利 成了福利的奴隶 而亚裔的成功则恰恰依赖于重视家庭 重视教育 勤劳智慧 得益于美国的种族平等政策 很显然 现在民主党推行的很多政策 包括解体传统家庭 包括高福利 包括去年加州搞的恢复平权法案 让大学和工作场所减少亚裔人数 增加黑人和蜥蜴等主义 还不管对方是不是真的是合格人选 这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政策 前一段时间看了条新闻 一个17岁的黑人女孩 今年收到了30所大学 共100多万的奖学金 从报道看 那个女孩成绩和各方面条件都很普通 连她自己和家人都很吃惊 她可以拿到这么多奖学金 根据我儿子申请大学的经历 我个人觉得这个黑人女孩 能拿到这么多奖学金 就是因为她是黑人 大家听说哪个华裔和白人 能一下子拿这么多奖学金吗 大家不认为这种特权 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吗 如果大家不赞同我讲的 关于美国系统性歧视的话 请留言讲讲你的看法 在我开始讲我自己在美国遭遇的歧视 以及我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之前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订阅和转发 让更多人了解美国亚裔种族歧视的真相 我的大儿子在七年级的时候 换了一个学校 那时候他非常不讲究穿着 穿着不合体的衣服 戴着黑框眼镜 顶着我给李的小瓶头 背着大提琴 典型的亚裔书呆子的形象 要命的是 他穿的袜子是中国带来的假名牌 上面还写Playboy之类的 在学校的时候 他被几个学生嘲笑和欺负过 在我做这个影片之前 我和儿子又交流了一下 我问他 你觉得那个时候发生的事 算是种族歧视吗 他说算 他和我解释说 因为那时候学校 只有他这么一个亚裔 又是这么典型的亚裔形象 孩子说 七八年级的孩子 本身就是有很多困惑的时候 他们很容易把他这样一个异类 当做取笑对象的 连他的袜子都被取笑过 孩子还说 虽然他在这边生 这边长 但其实对美国文化了解的很少 因为文化差异挺大的 那个时候 他也不太会和别人交流聊天 到九年级 儿子慢慢在学校 结交了一两个朋友 也开始留起了头发 穿起了和其他孩子差不多的衣服 那就没再被欺负过了 高中时 儿子当选了90%为白人学生的 2000人的大公校的学生会会长 也是高中游泳队的明星队员 他在学校的日子 过得风生水起 男女朋友一大堆 他儿子说 现在他的皮变得很硬 有时他的朋友们会和他开种族方面的玩笑 比如看到一条狗会说 嘿某某 你是不是饿了 儿子说 这个时候他也会顺着玩笑下去 因为他知道大家都是在开玩笑 大家知道皮很硬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的请举个手 二儿子小时候也是典型的亚裔男生 偏才搬出来的孩子 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种族歧视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在学校有很多朋友 很多人认识他 喜欢他 我问他们为什么喜欢他 他说因为我很有力量 很强大 很有趣 他也同样热爱运动 也是学生会副会长 从我两个儿子的成长经历来看 他们个性都很好 也都是很懂幽默很有趣的人 他们真的在学校是非常受欢迎的人 我听到不止一次学生们的父母夸奖他们 他们也经常被同学邀请去参加派对 和同学及家人一起度假等等 我女儿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在班上收到过具有歧视意味的三章秘名留言 这对个性敏感的女儿来说是个很大的伤害 庆幸的是老师校长都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措施 制止这件事情恶化 他的同学们更是发起了notes活动 每个人都写一个非常善意和鼓励的note给女儿 这样极大的平复了女儿的心情 除了两个孩子在学校的经历 我个人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种族歧视 我更多的感受是周围白人对我们的关爱 给大家举个小例子 那年我女儿生病住院的两个月时间里 小区里的女人们 每天都有人开车40分钟到城里的医院给我送吃的 或者帮我照看女儿 让我有时间工作或者休息 社区里和儿子游泳队都自发的给我们筹款等等 关于这个社区关爱的故事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做过的两个影片 当然我知道我周围的邻居对我这么友善也不是偶然的 我经常会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 包括服务 做移工 捐赠食物给有需要的人 别人对我们的友善我从来不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我都尽可能回报 有来有往 不失不得 我觉得因为大家也都对我有所认识了 自然不会把我当成不同的人 他们是根据我的品格 而不是肤色来评价我 我个人觉得华人要避免被歧视在工作场所或者社区 首先要从自身做起 如果我们积极参与当地社区活动 学习了解当地文化 展现我们华裔善良勇敢美好的一面 有什么理由我们会被歧视呢 即使有个别坏人出现 其他了解你的人也会帮你化解危机 当然 向加州推行的那种明显的种族歧视的法案 作为华裔 我们必须认清真相 站起来公开反对 另外 美国人对华裔也是有固定的刻板印象的 也就是有偏见的 以后我会专门来谈谈这个 我有一个一直不太明白的问题 为什么那些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 主要集中在加州和纽约这样号称宽容的城市呢 到底是谁在挑动不同族裔之间的对立情绪呢 如果大家有答案的话 请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